請問你有幾個副委員長 現在兩位 兩位喔 能不能介紹一下,我都不認識 因為我們這個任副委員長 另外一個副委員長今天 有這個僑團 來要到總統府去拜訪,所以請他 率領這些僑團到總統府去拜訪 我知道你平常公務很忙 但是你在怎麼忙 像這種一算決動案,你也應該派人來說明一下 你自己沒有來,副主委也沒來,這樣對嗎? 我聽說其他委員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像你這個僑委會委員長是比歷屆的委員長都來大 是不是這樣子? 你比較大嗎? 這個對不起,其實我們大概啊 我委員跟你們... 我姓陳 我姓陳,對不起 大概跟你們僑略時間僑得不好 所以我沒有去跟這個僑委員... 我在想說,我這個小辦公室看看等你來 結果你都沒有來 好 其實我最支持你們僑務發展啊,你繼續的... 對 那現在菲律賓僑民的狀況,我們僑委會有關注嗎? 也沒有特殊的情況回報? 對,其實啊,當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馬上就打電話給我們那個僑務職場 希望啊,把台灣的事情跟菲律賓僑民、台商的安全也要特別的注意 還有把一些啊,這個廣大星28號事件啊,都跟他們解決啦 菲律賓啊,在5月20號啊 世界這個菲律賓的台橋在馬里拉進行會議 會議有三點共識 第一個 向政府報平安 台橋都很平安 第二個 希望政府不要再實施第三波制裁 制裁,尤其是這個所謂的斷行 是他們的意見啦 第三個啊 要我們善待非老 以避免菲律賓人同樣的來對待他們 這個是菲律賓的台橋在馬里拉已經 執行會議啦 我們20號 我們就謹記成立這個應變小組 我們的指證秘師啊 當任召集人 所有的次長啊 當任護召集人 跟我們的菲律賓的這個主任 呃,組長 跟所有的僑胞啊 當任這個 需要幫忙的話 我們提供各方面的意見跟幫忙 這個你在國安會議有沒有特別提出來 針對僑胞的反應 有沒有 我們都有把我們做的什麼事情都跟國安會議報告 都有嘛齁 那現在我們到底要不要第三波的經濟制裁 或其他制裁要不要 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齁 這樣子齁 因為你這個僑胞是在第一線嘛 對 在第一線嘛 現在我們的人在那邊 相關的他們的一些問題 你應該及時反應 做一些處理 那不要說這個工作只挑簡單的做 像這種 這種 情勢的演變齁 什麼情況都會有可能發生 尤其齁 菲律賓跟台灣這次的事件其實 我覺得啦齁 是已經充分顯示一個是無人的政府了 一個是無賴的政府 無賴是指菲律賓啦 無人是指我們台灣啦 當然我們現在炮國一次對外 我也呼籲全民團結 但是團結是要做什麼 讓政府硬起來 該做的要做 對不對 現在整個方向左板 也變成 本來是馬英九可以拉抬他的整個民調 結果 也沒有加分啦 蠻可惜的 我覺得說這個 這個領導人齁 這個危機處理真的非常重要 齁 所以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講的後面都實施了 都實現了 對不對 我不是放毛泡啊 對不對 我說外交警示你是不是要提升 結果我講了第三天就提升紅色警戒了 對不對 相關的應變你們要趕快處理啊 對不對 我都想得到啊 你們專業更想得到啊 對不對 對 你這個報告裡面齁 你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齁 為什麼連續兩年都在北美地區 你知道嗎 委員長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 連續兩年都在北美地區 那其他地區的僑民都不用事業辦嗎 這個我們請那個主管來跟你報告一下 報告委員我是僑教處處長莊雄之 有關這個海外青年文化志工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施開才剛開始新的一個計畫 所以初步我們在華人比較密集的地方 從這個美國開始來試辦 那今年會辦到第三年 那如果試辦的效果比較好的話 那我們未來可能會考慮在預算規模 你今年在哪裡辦 因為你的報告裡面 還是在美國地區 對啊 你連續三年都在美國 表一表二 第四月的表一表二 美國地區的台橋比較多一點 那比較集中 你有沒有規劃到其他的地區去辦 其他州去辦 目前就是說第三年我們如果辦得也算是很成功 今年就是第三年啊 對對 就是辦完我們下一個年度會看我們的預算規模 來試著看要往其他地方來擴散 那個委員長齁 你的各項資料其實都充分說明到我們僑胞的這個 我們僑委會的工作齁 這個有所偏薄 你現在北美洲齁 喬社的分部佔百分之六十 經費補助經費佔百分之五十二 佔你的所有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你亞洲佔這個十五點二四 那喬社分部佔十八點六三 這個都是你的數據啦 我是說這個齁 僑胞都一樣大啦 你不要只重北美啦 我不是說北美不重要 對不對 但是你相關的工作你應該 落實不跟進落實 我也在提醒東南亞現在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 不去多輔導一些僑社的成立 比如說我現在提醒你 緬甸很重要 你會先去設僑社嘛 僑社之後我們才設各個管處嘛 啊你們要先走啊 你不先走的話 你叫外交部先走 走不進去的啦 對不對 你現在不走 我現在我要先去走 國務外交我先走 你們要配合 好不好 僑社要去輔導成立 以前我們在 在這個緬甸 在還沒斷交之前 我們是好幾十個那個僑社在那邊 對 所以你現在趕快去設僑社 但是現在很多華僑過去那邊 還有很多台商過去那邊 相關的籌備事情 你要趕快繼續解凍 所以我支持你 僑委會所有的預算解凍 是要你去做事情啦 不是要你方便去享受你的福利啊 好不好 我們會把這個東南亞的僑社 給一個更大的這個 來支援 你有沒有目標啊 你列個目標給我 東南亞僑社要輔導多少個成立 緬甸多少個 好不好 我現在是台緬 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的會長 我要求你列個計畫 你要個目標嘛 我們才有辦法 幫忙目標管理 才知道你沒有做事情啊 對不對 你一算你不來解釋 那我再等你 想跟你好好過重這個事情 好 我們要到緬甸怎麼樣做的話 這個要怎麼做 你這個我剛剛跟你講的 這個志工那個 海外青年志工這個培訓班 不能偏重北美 三年年紀都搬在北美 那其他的僑胞都不是人嗎 好 好不好 好 拜託你啦 對 因為我上次去越南 很多僑胞就跟我反映 他們的日本人怎麼照顧他們日僑 韓國人韓國政府怎麼照顧他們韓橋 獨土台灣 好像沒有政府一樣 這是他們悲哀啦 所以你現在我跟提醒你 不要只重視一個地方 你要一路近瞻 前面性的推展 好 我全力支持你做任了這個 僑胞的推展工作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